第一套方案是替换插件 并不完美 下面说一下第二套方案 因为我们做的是面向国内的中文网站 谷歌字体都是英文的 我们不需要谷歌字体 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它给去除掉 那去除的方法呢 有很多种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把它删除 但是一个主题里面有很多PRP文件 还有GS文件 CSS文件 你要能找到它加载谷歌字体的那些链接文件 直接把那些谷歌字体的链接文件删掉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难度有点大 而且每个主题它的编程方法是不一样的 存在的位置也不一样 这个是有难度的 就算是你找到了这个链接 经过各种努力实现了手工摘除 现在前台看不到了 也不是完美的 因为Wordpress的主题在不断的升级中 现在可能是1.0版本被你手动摘除了 等它过了半个月可能会出1.2的版本 它可能是在同样的位置 你还可以找到它把它手动摘除 但是等过了半年 它出了2.0版本 你还是到那个地方去找它 那段代码可能就不见了 你需要重新找谷歌字体所链接的位置 所以说这个很麻烦 如果过了一年或者半年 你忘了这个事 你的网站的访客在打开网站的时候 它会很慢 因为你不可能是天天去盯着网站 去检查这些错误的 还有别的事可做 所以手动摘除这个办法 可以做 但是不可取 不推荐 那还有什么办法呢 还是插件 这个插件呢 它是删除插件 删除谷歌字体 很少有这种专门的 删除谷歌字体的插件 一般它都是一个小功能 是一个附属功能 比如最常见的 这个插件 它是一个整合优化插件 它这个插件里面 就带了一个额外功能 就是删除谷歌字体的一个小功能 这个插件的主要功能 是合并CSS和合并CS的 平时我也在用 因为一个主题 它有可能会调用10个CSS 我举个例子 通过这个插件 它会把这个10个CSS文件 给它打包 合并在一起 因为CSS文件很小 整合打包之后 也就700K 我这是举个例子 那这个700K和这个10个文件 10个文件加在一块 可能是1000K 这样就少了300K 除了这个少了300K 它还有一个优势 就是你在打开首页的时候 它需要请求10次 比如说1.CSS 它会给服务器发这么多的请求 然后一个一个的再返回 你觉得是这样快呢 还是说给服务器发一个请求 回了一个 一个整合的 而且是压缩过的更好呢 那肯定是合并的更好 所以这也是一种优化 那这个插件呢 就是优化这个用的 CSS和GS都可以 另外它在那个额外里面 额外的那个选项里面 有一个删除谷歌字体 可以给它勾选 如果你单独只勾选了 删除谷歌字体是没有用的 你需要设置 就是合并CSS和GS 这是主功能要打开 然后再把这个副功能再打开就可以了 开启了这个插件呢 网站在打开的时候 就不会调用谷歌字体了 会比第一套方案更彻底 所以说我现在我那个网站在使用这个第二套方案